一样都会把上次 所以今天是第五次上课 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说那个list 这个串列的使用方式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蛮重要的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append append就是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特别注意 像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那什么时候需要先开一个空的 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程式 有开一个空的串列 OK 那当然后面你可以发现 大部分都是对应到append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放资料进去的话 append的 那你就要先一个空的 那另外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readlice为什么不需要 那因为它readlice里面读过来的资料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这个串列丢到list1里面 那就刚刚好 也就是说它里面已经是一个串列 然后我只是说取个名称叫list1 然后把这个串列放到list1里面 然后你就不需要再多一个空的串列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在这个上面一行增加一个list1等于空的串列 那也可以 只是多此一举而已 OK 也就是说它已经是要放资料的话 那就这样放就可以了 当然我是觉得程式有的时候多写 写久了之后慢慢你会觉得 其实它可以怎么怎么用 当然我们会跟各位用范例的方式做讲解 当然第一个比较活学 第二个当然理论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再透过这个范例 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上个一半还讲什么 就是输入资料 输入成绩 当然你可以用append的方式 把它逐一逐一的把它放进去 那并且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大概不外乎就是什么 计算那个选成绩 不外乎计算什么 计算它的几个重要部分 当然包含就是说它的平均 然后最高分等等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再利用其他的 比如像有个sum的方式 它内建的加总 那没有average 没有平均的话 那我们就把sum的加总结果 除以它LEN 用LEN也可以 最大就是max 最小就是mini 当然这地方我们可以用内建的函数 F来取的 另外的话 读取外部档案 不过读进来的话特别重要 它读进来 因为我们要做Split切割 Split的话 切割完 那会是一个文字 所以记得一定要转型 才能加总 否则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它转型 那加总就会出错 其他还有像什么 读取档案 其实读取档案非常简单 大概就两行程式 F等于Open 哪个档案名称 豆点R就可以了 如果它是Google的档案 就是非微软阵营 要加encoding等于 如果是微软阵营 就不需要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我们前面也有一些列集 如果我要只读 比如会员50个 那我只需要前10个的话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复习 可以用那个4维圈 4i in range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读取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配合那个4维圈 如果你今天要全部读取的话 其实你甚至可以用5维圈 那怎么做 这上里边讲过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这不熟的话 回去恐怕多多练习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的第五个单元 其实这边都有了 所以回去的话 理论上 应该也没那么复杂 反正程式大概就这样子 当然你们刚开始可以照着打 没有关系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出现bug的话 你可以先不要从头全部打到尾 就是中间停一下 那把那个某个变数的资料 print出来看一下 print出来看一下 那如果确定OK 再往下 不要说全部读 全部把它写完之后 再一次执行 那如果出错的话 恐怕有时候你也不知道错在哪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可能这个是完整成 但是我会先的 先一步一步一步的 分别把它完成 像上个礼拜这个吧 学生成绩的 我会先怎么样 先做这一件事 这个确定OK 比如说我先把它什么 确定说它是可以print 比如说我像上礼拜这一段 我会先的 底下这个就先不要执行 不执行的话 就是Ctrl加斜线 前面会出现警示号 然后确定几件事 第一个 这个可不可以print 这一个变数的资料 把它print出来 OK看到东西了 然后再确定说 它到底里面是放什么样的资料 到底有几个栏位 比如说它有1234 后面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它会有个换行符号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换行符号 你要去掉的话 记得用strip 有没有 如果说这里面呢 有四个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要想到什么 那当然你要想到要资料 剖析 剖析的话要什么 要sprit 有没有 所以后面的话你就是 这有点像什么 见招拆招 因为以后你们将来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外部读取档案 那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你要把它放到牌子里面处理的话 也是类似的步骤 那你要先判断一下 到底有哪些东西是要去掉的 有哪些是要分割的 那分割完之后 怎么样去存放资料 一步一步一步的 那你的目标可能是做出你要的报表 那你就要什么 把你要的报表栏位先产生出来 有没有 再慢慢做计算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处理完 统计分析 再输出成一个报表 OK 那最后的话可以用视觉化输出 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OK 所以每一步每一步 恐怕就是 有点像堆积木一样 我觉得这有点像软体积木 一步一步一步的 OK 如果你每一步每一步都确定OK了 这OK 这OK 那应该结果也是OK的 理论上应该没有那种 初一十五步一样的感觉 我是觉得 程式应该还蛮可靠的 只是说 有的时候因为 同学心有时候比较急 然后有时候漏了一个地方 真的可以马上可以找出那个错误的地方 找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OK 其他的话当然就是什么 这个把它注解掉了 OK 然后我就不要不要 再来做什么 因为我四个栏位 所以我就产生四个锤 一二三四 然后四个的话呢 我用ABCD来放它 然后一边读的话呢 一边做什么 一边放资料 有没有 那一边放的话呢 因为呢 我的第一个资料不要放 因为我将来要做计算嘛 所以计算的话呢 是后面的资料 栏位名称 我就不要 所以避开 For I in range 我从一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放资料的话呢 那国文成绩在这里 英文 数学 可是这个里面没有成绩啊 所以这个要避开 它是零 OK 所以一开始 到最后面 OK 怎么 读进来之后的话 必须把它分割 有没有 分割的话用什么了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叫 Split 那我是Split 这个List一嘛 的第i一个 第i一个的话 假的第一个 然后呢 它Split过来就变 什么 List二 那所以List二里面的 中瓜胡 零的话 实际上 就是放什么 放那个姓名 这个的话呢 它是中瓜胡一 是放国文 中瓜胡二 放英文 中瓜胡三 那就放数学 有没有 以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呢 B栏 C栏 D栏 因为它们是成绩 所以要转型 因为如果不转型的话 那将来 你没办法计算 有没有 那因为呢 最后一栏 它会有换行符号 要把它拿掉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一步步步 其实就是对应到我看到的 我去把它做出来 OK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一步一步 最后的话 再去什么 把它做计算 计算的话呢 就是什么 国文总分 就是把它用Sum就可以 因为它实际上呢 B栏里面就放国文 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然后呢 平均 那比较难的部分 就是最高分 最高分是谁 所以我上礼拜讲过 是谁的话 因为名字一定是放A A栏 其实你可以把它 算一个点像A栏 A栏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叙述说 帮我找到B栏里面 所以帮我找到B栏里面 最高分的 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就把那个位置 放在A栏里面 那个位置 那可以理解 这样就可以把结果给带出来了 当然我讲过了 你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逻辑判断 可是那个程式 至少会多 至少11行 OK 哇 11行 那等于是Double的 那个感觉 当然就没有这个 这么的精简 OK 不过特别追 程式不是单一种写法 如果你现在这个写不出来 不许你可以试试看 另外一种方法 反正最后就是 结果要做出来优先 如果实在是这个不OK 你换个方法没关系 像以前我们为了要交案子 有没有 反正先做出来再说 然后之后回来再修改 不然总部可能卡在这里 老板一直问你说 什么时候OK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 反正就先交菜再说 有没有 先不要有bug 然后先可以让再说 然后且战且走 有问题 再去确认再去修改 OK 慢慢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 这个 这个 第一 这个成绩部分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要往下再来看 就是说 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 有关那个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范例好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 看这个 合并 全省邮局地址 这个 这个是一个范例 范例特别注意 请各位在云端上面 找到那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的话 有个全省邮局地址 请各位 直接把它按右键下载 或者打开它下载也可以 那下载完 因为它这个VIP档 请你把它按右键 直接怎么样 直接解压说 全部 如果你有那个 那个其他WIN RIR 或者是Seven ZIP 直接解 这个会多一个目录 他就把这个目录拿掉 因为它会变全省邮局地址 又全省邮局地址 所以把这个删掉 解压说一下 好 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边呢 总共会有几个档 总共会有25个档案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 把这个全省邮局地址 直接就把它变成 一个档案 合并在一起 这个其实也跟那个VPA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VPA也是啊 可以合可以分 分可以合 那其实常常都这样 如果你要做总表 那你就要合 如果你要做个别的分类 那你就要分 那分分合合这个常见 如果你要做报表 那没办法 你要先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如何快速地把这25个档案 合并成一个档案 OK 然后后面的话还可以做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这个一个档案合并完 再把它分割回25个档案 对 如果难度比较高 后者比较高 可比较简单 分的话呢 哇 就是难度 但是还蛮实用的 因为工作上难免会遇到这种 很常常会遇到就是 会需要把大量的知道快速合并 跟快速分割的这种需求 可是要怎么做 那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思考 哪些是我们教过的 其实都教过了 只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活用 那第一个 当然 我需要 假设我们只有开第一个档 三重 点TST 那我就F等于Open Open什么三重点TST 因为它这个是 应该是Windows里面做出来的 所以不需要Ecoding等UTA8 怎么知道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我讲过 另存心档 看一下UT 编码 它如果不是UT8 MSI 那就是微软做出来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合并呢 当然就是说 我先开这一个三重 开完之后的话 我先把它另存心档 所以 另存心档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有个Write 把这些东西read的进来 然后把它Write出去 可是问题 我希望再开下一个中立 那开中立的话 把它放到那个存档 也许叫O点TST好了 再把它放到下面 放到下面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你就要用那个W模式 是写 但是是 如果你下一次再写 它复写了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三重放进去 然后中立再放到下面的话 那你可以用A模式 有没有 我们不是R R是读取 W是写出去 A的话呢 是Append的模式 Append的实际上 有没有 就跟那个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的意思一样 所以其实 请各位稍微把那个档案下载 我们待会来看这个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如何快速的把这25个档案 帮我合并起来 OK 那层次不多 其实我觉得Python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写非常多层次 但是可以做出来的效果 有时候还蛮让人家觉得眼睛亮的 那以后的话呢 慢慢你要熟悉的 就是这些基本语法 然后另外的话 可能要慢慢再去找一些 跟你工作需求有关的相关的模组 就是外部有一些外挂套件 然后那些外挂套件 其实可以解决你工作到 你把他拿来用 然后把它套到你程式 解决你 你需要做出来产生的资料问题 有时候大概就直接这样子 所以Python现在真的 目前我看 那个火红程度 让我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现在红得太快了 尤其这一波金融业 Fintech 3.0 几乎好像所有到处都会被要求到 而且大家也都在想说 我怎么样把Python结合进来 或者甚至VBA 不管 反正就是说 把这些东西怎么去做 但因为每个行业别不同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要针对不同行业别 不同专业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把这项技术拿进来 OK 那当然我们尽量就是把 Python里面最重要的 跟各位做说 后续大家如果 你想要做修改 你可以去改改看 那当然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没关系 可以大家再讨论一下 试试看